不是现在 是这样啊 你怎么了 为什么问这个 不 没什么 从今以后 你的三餐和日常起居 都由我来打理 我不会让今天的事 再发生 你是第一个 在意我感受的人 保护你 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哥哥 你说的果然没错 他是天生的祭祀